南橫公路巴巴水災口 土石最高以西段越弯的30公尺最为严重 东段则以雾路峡谷推升最多 不但利稻桥转个被推倒 土石还推升了24公尺 利稻桥在重建的过程中真的是困难重重 原本专家学者惠康认为上游崩塌严重 沙石会继续的堆积 但是重建过程中却下期严重 施工设计因而一再的变更 关山公路段李秉仁团长说 之前还办了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调查 希望能对大范围的了解之后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因为刚好利稻桥两边都不好 这边也会奔那边也会奔 那怎么样在这两个奔之间找到一条 相对是安全的一个路线 又符合规划规定的一个路线 我们还另外请了那个林同妍去 去帮我们做了花了三四百万计 先做一个大范围的调查 才定下这条线 那调查的内容包括一些土石的状况 结果后来的状况是 跟那个评估报告是刚好反击到啊 那只能说可能雨不够大 雨要够大的话可能还会有 如果再来一次比爸爸大呢 对啊 有可能还会再下来这样的 很多之后来看的专业写的这种现象 在两年多的时间能够集聚下上十七八公尺 十七八公尺等于是六七五六层楼 六七层楼高这样的一个高度 不但他们所撑的还有很多的土石旺 因为下来也要预防他预高 那是这样的狭刷的状态 所以想法上刚好是两极 为什么这个桥的困难就在这 因为我们每次一个大水来 它的河床一下刷之后 我们的基础的高度就做变更 因为你要配合它下去 否则的话你的基础 裸在外面 那将来对这个桥的含起来是有影响的 那还好是说那个位置 刚好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 所以整个通水的断面是没有问题 那最后最后我们才说 是不是下面再做一条栏沙 把整个栏沙的那个栏沙的那个基调 就定在目前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工程技术上来讲的话 比较一个立岛桥本身 已经有那么多的一个困难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这个桥就注定说你不管怎么做 它以后还是一直会遭遇到问题的 对 目前是这样子 因为你下到核沙就做不到工作招呼了 是 2-3年你就必须去把它维护一次 是 甚至在家因为跌水的关系 后面可能会空掉 还要再做保护跟维护 2-3年就要下去一次 2-3年就要下去一次 核床越来越深 光你要下去这个难度就很高 还是要想办法下去啊 是 因为核床你生的话你要怎么下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